你知道在水浒传中谁的实力最强吗 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 豹子头林冲 行者武松 还有梁山第一高手卢俊逸 但我想说 他们的实力在水浒中都不能挤上前列排名 甚至连武松都排在倒数 为了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感 我收集了水浒大量资料 还能出前十位实力超群的武将 现在为大家一一奉上 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行者武松 说到武松 大家的第一印象肯定是蒋阳刚打虎的故事 这也是证实武松实力强悍的事件之一 他的个人形象也和许多小说中描述的英雄任务一样 身躯淋漓 胸脯横廓 相貌堂堂 双臂展开有百金神力 武松的徒手搏斗能力在水浒中绝对能排在一流 其实力也能力压众多梁山高手 如果对比起顶尖统领豹子头林冲 还有花和尚鲁智身的话 个人认为武松的战斗力要略胜一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武松作为步军统领 他非常擅长步战 要论地上作战 放眼整个梁山 除了鲁智身外 几乎无人相及 而且花和尚最多也只能和他打成平手 民间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马上临冲 马下武松 这也充分证实了 武松的战斗力很强 第九 穷妖纳言 大家一听到这种类型的名字 就感觉其战斗力很强 他能在20回合内打败九文龙齿晋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 这样的战绩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史晋又不是梁山什么顶级人物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虽然史晋在梁山上并非光芒刺射的人物 但他在书中的武力表现绝对不差 马战生擒陈达 与鲁智身占平 甚至能和猛将变想打的部分胜负 而整部书中 在正规单特的情况下能击败史晋的 也就只有穷妖纳言一人了 并且巅峰时期的他 就连鲁智身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以说 其武艺强过梁山五虎将 第八 石宝 他是方辣手下四大元帅之一 左手流星锤 右手披风刀 他曾和观胜交手过 二十回合就将其打跑 而且观胜也亲口承认 自己的刀法尚不如是吧 不仅如此 他还斩杀过暴戏 打死极限风所超 还斩杀了女方 从以上的战绩来看 难道不能证明他是个武将吗 而且相较于其武力 他的智谋更加出名 可以说在和梁山不断交战的过程中 很多好汉也都是被他所杀 他在技谋方面 确实是让很多人佩服 你知道水湖武将实力排行吗 今天他来了 第七 大刀观胜 身为武圣关羽的嫡孙 其武力值应该是很强的 可在许多观众眼里 却一直都存在质疑的声音 在观胜被排为梁山武虎时 就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 从战绩上来看 他和林冲相差很多 但大家别忘记了 观胜还有一种身份 他可是指挥官 所以很多的战士都不必亲自上场 还有 虽说观胜的战绩不如林冲 但是他出场首秀就是一条二 而且还不是跟张三李四这类武将四杀 而是跟同为武虎将的林冲 与秦明对比 当时二人使劲浑身歇数 血战二十回合才能将观胜击退 由此可见 观胜对阵梁山两位高手都没有落败 实力确实毁一般 也无需再质疑了 第六杜靴 他是王庆座下的西镇元帅 同时也是水浒二十名将之一 手持一把杖八蛇毛 有万福不当之用 曾经最辉煌的战绩就是 和卢俊逸大战过五十回合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分出胜负 但此时在一旁 孙安看到卢俊逸不能取胜 于是挥剑拍马驻战 孙安也是一个高手 看出卢俊逸不占优势 这才去驻战 最终杜靴在两大高手联手下 落败身亡 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虽然他最后被人联合杀害 但杜靴还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 吴立志也是非常高 被很多人尊敬 排名第六当之无愧 第五五五颜光 他虽是辽国第一大将 但同时也是一位很难分析出实力的人物 因为他不像史文公阿里奇 可以通过某一场单挑战战来定位 吴燕光唯一的一次战绩 就是一个人和梁山三元大将对抗 最后被他们所杀 这三位其中就有大刀官圣 还有花荣这位神剑手和张青 当时官圣负责托住吴燕光 其他两个方案器才搞得了他 可见其实力不俗 而且他除了武力值比较高之外 也有非常好的领军能力 同时也读了非常多的兵书 小说中是这样描解的 吴燕光精通十八般兵器 由万富不当之用 可以说他是文武双全 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 过去还有更高的成就 让人铭记 盘点水浒武将实力排行 第四 史文公 史文公这个人可是个狠角色 虽然他在水浒中出战次数 屈指可数 但却让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 一个人并非要打很多次 才能证明自己很强 而是要看和谁打 打成什么样子 史文公曾经和梁山五虎之一的 秦明交过手 二十回合就将其击败了 甚至还和顶尖高手 卢俊逸打成五五开 史文公仅需通过这两次交手 就奠定了他超一流高手的地位 实力排名第四 无庸置疑 第三 御麒麟 卢俊逸 梁山二八属 卢源外的武力 只是众所周知的 马步军中推第一 天罡树内为尊 他的武力值和战绩恐怖如斯 十回合不到 就能生擒疏使同贯帐下 御前飞龙大将丰美 而丰美可是在梁山 九宫八卦阵中 杀了个七进七出 无人能挡的猛将 还有在北中辽国时 卢俊逸对阵 辽国宗士耶律四子 那战斗力直接就超神了 上演了水浒唯一一场 以一条多获胜的名场面 随后卢俊逸又遇见了 一千多辽兵 直接单枪匹马 一个人追着一千多辽兵砍 如同天上将魔主 真是人间太遂神 第二 金剑先生 李柱 他是王姓手下的第一高手 战斗力强到惊人 是水浒中 为数不多的用剑的武将 因此绰号叫做金剑先生 他的剑术高超 绝世无双 并且传人中他会法术 在与卢俊逸交手时 只需一剑 就能令其灰飞烟灭 要知道 李柱从前是一名江湖算命先生 短短几年就能够成为 轻取天下第一高手 卢俊逸的高人 其法术不可谓不强 不过 他的基础不够牢靠 一招即被公孙胜完败 因此排在第二名 第一 公孙胜 公孙胜是冀州九宫县人士 自幼好奇枪棒 摆二仙山子虚冠罗真人为师 道号一清先生 学了一身法术 能呼风唤雨 驾雾腾云 人称入云龙 相对于梁山其他不会法术的好汉 公孙胜的实力排第一都没什么争议 因为他的法术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得了的 高堂城前力挽狂澜 击溃不可一世的高连 王党山下大险神通 重挫狂妄自负的混世魔王樊瑞 争大辽树破贺重宝 灭天虎 大败桥道 兴取小光华 战绩彪饼 综上所述 公孙胜乃水湖无力第一人 好了 今天的排名就到这里 以上也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知道和大家心中的排名是否一致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